外交 经济 外貌 文化局的主席 还在于他始终在密切关注进入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将如何面对世界 那未来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就一个问题是 当中国的确强大了 走到了这个中心了 我们要向世界奉献什么样的产品呢 除了直接肉眼可以看得到的Made in China的产品之外 还有什么是我们要给世界的 比如讲在人类所面临的挑战 气候变化 对吧 我们是不是能够提供更多一点公共产品 和平发展问题 我们能不能够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我刚讲的为何 我们是不是能够多做一点 第二 我觉得就是我们呢 要向世界善明我们的一些主张 这个很重要 你比如讲 我不知道袁松你注意到没有 从这个过去二十年里回顾这个国际关系的轨迹 有两个思路 第一个思路呢 就是要改造人家 你得听我的 你不听我的 老子就揍你 但是伴随着奥巴马上台 其实就是一场校正 对吧 校正 你都讲得很对 还有一个思路呢 我不是要改变人家 我寻找共同点 何而不同 何而不同 我们呢 寻找共同点 寻找共同利益 就是啊 发现共同利益 发展共同利益 是共同利益最大化 还有没有您在想到2010年到来的时候会有 您也许会发生这种变化使您期待 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举行 这个是 这您在其中 对 这个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因为到了中国来举行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城市为主题来举办世博会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对 这件事情我认为了对中国老百姓来讲很重要 因为我们正在处在一个城市化的高潮当中 城市化应该怎么样搞 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啊 而且各个城市的领导者 他们的思路也并不一样 所以我想 希望中国人能够从世博会当中找到一条 参照古今中外的好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语 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城市化的道路 第二 几万日本人在那排队 在一个公园里头 后来世博会一结束都拆掉 都拆掉 环保理念非常强 它的logo都是绿的 绿颜色的 绿颜色的 是的 它排队 因为这个世博会大家都来看了 很短的时间 就是184天 几万日本人排队 等了几个小时 一走之后地上片子不留 你不能不佩服日本人的秩序 或对这个公共道德 我想我们中国人 那么人排队排几个小时 加山会不会有 弄得地上狼藉不堪 会不会有 这个事情人家不是看 所以我在日本爱之世博会的时候 跟他们很厉害 因为我是评委 大家都在这一点 各国的评委很佩服 就看出来一个国民的素质 我想我们就 你让我们的国民的素质是正在提高 我真诚地希望 利用这个世博会的机会 把我们的素质进一步提高 因为奥运会我看到 我们的素质就有所提高 你从我们的公共场合的服务 比过去有较大的改善 把利用这个东西 不要 要像好的学习 不要像那些差的看 也不能只满足 我当了东道主了 然后这种骄傲感 使自己忽略了很多细节 对了 现在可能中国将来真的进入到了一个细节进步的时代 你讲的太重要了 这是细节了 你看这个 看一个国家的发展 看一个国家老百姓的素质 它往往是细节说明问题 2010年就在这个月 经济学家吴敬莲就将迎来他的80岁的生日 外交 经济 外貌 文化